科学是一种艺术 艺术是一种科学 自古以来 艺术家都是技术人员 都在研究技术 科学家为了解释这个世界 为了理解这个世界 也都要畅想 这些人为的搭建起来的这些学科的边界 它是为了工作便利的一些临时的设施 但是除非我们能够深入到它们内在的统一性 我们才可能实现大范围的根本性的原始性创新 其实我们每年考虑亚洲数字艺术展的主题 有两个参照的要素 一个是此刻的世界的命题 一个是整个全球科技艺术发展的 我们的最新的一个思考 比如说2020年 那个时候由于疫情的爆发 各国都开始中断航班 好像全球化被摁下了一个暂停键 所以那一年 我们的主题就叫世界处理器 那么到了2021年 疫情还没结束 所以我们就选用了 我们参展艺术家之一 Jeffrey Shaw 的一件作品的标题 叫做安全屋 疫情三年 大家扩展到去思考人和整个生态环境的关系了 我和鲍阳 我们两个策展的人其实一直在讨论 就是我们的社会性的艺术 不应该只是帮人扶老学 又学雷芬做好事 它应该用科技的力量去改变人们的生活 而我们的科技艺术也不只是大家所谓的酷陷 沉浸 网红打卡 我们提出一个命题 就是社会性艺术要科技化 科技艺术要社会化 那么它对接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生态 所以这个生态艺术变成我们在思考科技艺术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板块 那么考虑生态 我们很自然地就联想到了 这个生态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所提出来的 这一套地球太空船理论 地球太空船经济学这样的书 包括这些第二生物圈之类的实验 就是大家去建一个完全分闭的大盆 这帮人关进去两年 他们在里面得自己种菜 没有人给它供水 没有人给它供电 它得利用制造这里面的水循环 垃圾也没办法往外面 可是你仔细想一想 我们的整个地球的生态环境 其实也就是这样一个分闭系统 我们也没办法往太空里面 扔太多垃圾 那么我们得确保这些人员和物质 能够在这个系统里面 有效地循环 可持续地维持它的生态 同时得养活这么多人口 所以这个地球太空船理论 它当然暗含了一个可持续性 同时它包含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 就是我们是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 地球上的所有的人类 是大家要一起维持这样一个环境的 李强跟马索尼合作的这件 关于人员的这件作品 它其实是一个有物的电池 然后去把光能 太阳能 分能的 由于储能技术的不完备 导致被浪费的人员重新利用起来 而且它把这个事情 引射到了哈萨克牧民的有目方式里面去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件作品 再比如说身体这个展厅里面 刘文才的这件作品 它当然是集中在探讨 我们医学里面有专门一个本类 叫影像学 其实就是拍CT 拍S光 这个部分 它把这个激光断层扫描 S光 CT 深入到它的眼里里面 然后去重构物质 最后回到一个特别人文的 它和一个自己小时候夭折的妹妹 它要采集大家的心跳来给她的那个 两岁就夭折的妹妹 我导览的时候 我跟巴瑞云和苏永健 我们都把头套在那个地方 它那个泡泡里面 那个声音的体验真的很神奇 就是人跟人之间的距离 我们知道我们人跟人之间的这个距离 是有数字关系的 我们距离如果是五米远 我们只能说 今天天气不错 我们如果距离是一米半 我们就会说 最近你的这个 最近在画什么 我们距离如果是三十公分 我们就会说 巴瑞云这小伙子不错 你觉得他怎么样 这个谈的话题的私密程度 跟这个我们距离的 这个可测量的数字之间 其实是存在着一种比例关系的 那么那件作品就在探讨 你看我们讲话的声音 声音之间互相传递 我们要 其实我们在测量 我们跟对方之间的物理距离 那么他通过这些声音的传导和接收 把一个被限定的物理距离的 心理距离给重新调整和改变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看不见的数字的存在 我觉得今年的亚洲数字艺术战 呈现出两个 就从参展艺术家的角度 呈现出两个特别鲜明的特点 一个是团队特别多 就两人一组 一直到十个人一组都有 那么在团队合作里面 又出现一个特别典型的特点 就是科学背景的人 跟艺术背景的人的合作 这件事情我们推了好几年 今天看来已经大面积发生了 连我们的学生像于晓 也是找一个科学背景的人合作 像中国美院的那团子 那团子醒过鼻涕的那团子 培育出云光花朵来的 那个也是西服大学的博士生 跟中国美院的硕士生的一个合作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最想看到的苗头 实际上我个人是不太同意使用 大家都会说 艺术跟科学在三角下分色 又在山顶上相依 我觉得这两个东西本来就是一回事 就没分开过 就没分手过 我更愿意说科学是一种艺术 艺术是一种科学 所以我会坚持用科技艺术这个词 这个东西就是科学实验的方法 这个东西就是定量分析 加观察自然加失措 所以其实艺术家使用的方法 跟科学家使用的方法 没有大家表面上看来那么大 自古以来 艺术家都是技术人员 都在研究技术 科学家也都要畅想 为了解释这个世界 为了理解这个世界 也都要畅想 这些事情本来都是平滑过渡的 的一个关系 所以我最想看到的局面 就是今天发生的 人跟人之间 就是我们的这位 能工智能科学家 王乃妍 拿起话筒来讲艺术 解释自己的作品 完全没有问题 我觉得这些人为的 搭建起来的 这些学科的边界 它是为了工作便利的 一些临时的设施 但是除非我们能够深入到 它们内在的统一性 我们才可能实现大范围的 根本性的 严实性创新